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桌上一样 我们堆满了资料 这个部分我想要真的授权 黄润华法官 您跟听众朋友多多的解释 我觉得司法或司改 是我们节目非常的重头戏 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司改国事会议的时候 我们做了畸变探讨 几乎每一个分组 我们都不同的议题 不同的类别 我们都在我们节目展现过 那我想司法跟民众 其实是应该是很接近的 那未来还是要更接近 那不能因为我们不懂法律 那使我们的权益受到剥夺 所以今天请这个 立法法官来 我们有一个这个缘由 是因为呢 现在立法院出审 通过了一个 这个未来的变革 就是呢 这个变革是由 新任检察总长江慧明 以及司法院长许忠立 以及最高法院院长郑云山 他们所提出的 而他们三个被称为三巨头 是因为他们都是台大法律系的同班同学 所以有人说他们是司法三巨头 那他们核推这个说是 因为要私改 而推出一个叫大法庭的新制 好我们先顿点就在这里 请若海法官给我们解释 大法庭的这个制度 有没有必要推 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有这样的一个新制的诞生 好谢谢 我从来没有公开接受 这样的访问 那因为光晴主持人非常关怀这样的冷门 而且又跟民众切身厉害的关系 所以我也非常感动 那关于刚刚主持人提问 就是说过去司法的 常常被诟病的就是说 最高法院的法律见解 常常初一十五 跟初一十五的月亮一样 不一样 这牵涉到人民的公平的一个对法律的对待 对 法律之前没有人人平等 所以要求改革要变革 那过去我们不是没有机制来统一最高法院的法律见解 我们的统一机制是刑事庭会议跟判例这个制度 那刑事庭会议跟判例这个制度 因为也有缺点 所以被批评 那整个这个方向呢 他们就目前的法治 司法院草案是援引德国的一个草案 设置一个大法庭的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是用来做什么 用来裁判最高法院数个法庭之间 就是说如果你有多数个法庭要设大法庭 而这个大法庭的作用就是来裁判各个法庭之间不同的法律争议 也就是说你各个法庭之间不管是现在跟过去有不一样的见解的时候 就由专由这个大法庭来决定 他决定了以后其他人照着做 特别是你具体个案的承办厅要照着做 送他的局署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在统一所谓的统一的防御见解 对 是 那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些案例 甚至多到说累积而成说 一定要有一个专责的机构 来处理这些法律见解不一 过去还是有非常多 因为法律问题非常抽象 法律的条文很抽象 老百姓所以很不了解 那即便是法官做解释的时候 也因为解释的角度 他所要保护的价值观点不同 所以会有不一样的阐释跟不一样的解释 有时候不一样的解释结果会有不一样的判决结果 对对对 所以影响圣据 所以目前我们是用所谓的刑事庭会议来解决这样的一个 刑事庭会议是什么 刑事庭会议就是说当这个法庭一个合议庭 我们是五个人 接了一个案子 那判断他的法律的见解 会可能跟以前出现过的裁判先例 或者不同 判例当然我们要遵守判例 的时候我们会把他把这个法律问题提出到刑事庭会议来 透过这个会议的方式有全体的刑事庭的法官参与 然后发表意见各自捍卫各自的观点 然后提出论述 然后最后用多数决的方式表决 表决通过以后全体就去决诉 其实还很民主啊 对这是目前的方式 刑事庭会议大概都三十几位法官吗 对三十几位 我看这要是三十几位法官 那不是挺好的 或者说还是需要改 他们是说这个没有法律预计第一 那他们说没有法律预计 因为我们内部内部意见的形成的一个内部机制 那他们说没有人民参与 但是事实上近几年的发展 我们都已经 这个何怡婷 他如果要提出这个问题之前 都会先开庭 让两兆提出法律意见 然后提出我们法官所拟定的所谓的征点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征点里头提出他们意见以后 我们再把他们意见带回 这个何怡婷 刑事的这个会议 刑事庭会议 去跟大会报告 然后再由这个假说一说丙说 各说的人去做一个争辩 辩论 然后论证 然后最后形成表决多数决的共识 是不是太针对个案 那个所以他有可能是针对 当然是针对个案 太针对个案 那其他的如果个案又产生了 这个见解可以适用其他的案子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事实相同的情况下 你法律见解为了不要有歧义的现象发生 当然要遵守 这样的一个遵守 如果我们过去用所谓的刑事庭会议的方式的话 因为大家都参加嘛 如同你所说的所谓的民主机制 大家都没有不同的意见说 好我当然要受局数 因为毕竟我在那个会议里头曾经努力捍卫过 我即便是输了 你还是可以写不同意见书 但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目前我们内部的这个法官们 绝大多数是比较偏好目前的机制 但是因为立法的形成过程呢 因为过去最高法院的所谓的公信没有那么好 而且经常就是成为改革的剑拔嘛 所以这次的草案好像在提出之初 司法院也没有很 没有视线来跟我们最高法院做一个讨论 真的啊 真的是这样子 就直接就修法就提了 所以所以有一些反弹嘛 那前几天他们又才来才来 所以我们里头就有人开玩笑的说 很感谢司法院在法案已经提出去 而无从改变的状况下 而且立法院已经复委然后排议训证 然后也出盛进入协商 对进入协商 还愿意来跟我们解释 非常感谢 这有点反讽啦 那这这说明就是说 也许司法院看准了整个实务界的 终审法院的法官 其实并不乐见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这样的一个大法庭的方式 事实上就是有制造所谓的阶级 就是大法庭的大法官跟小法庭的小法官 因为小法庭的小法官 他本来认定事实 解释法律 适用法律的权限 对 审判权限应该是这样是圆满的 认定事实 解释法律 适用法律的权限 圆满的权限要被割掉一块 给所谓的大法庭的法官去决定 之后你 你要承他的命 承他的见解来做 那会不会是大法庭 这个所谓 反而是寡头 他的 不管是阶级比较高 但是他比较少数 对不对 对 有这个弊病 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说有少数会去决定 多数人的命运的可能 多数人的意见的可能性 那我们比较在乎的是说 那个法理 你到底我们的 我们的宪法赋予法官 一个完整的审判权 可不可以切割出去 当然我们主张就是说 这个权利来自于人民 所谓的审判权是人民所委托的 可是若法法官照理说是不行的 对 你看看 我这样分析 审判权的内涵 有认定事实解释法律 适用法律 如果你把认定事实 这块切割给人民 是OK的 因为 陪审制就是这样 透过立法的方式 人民说 这个审判权是我的 我要收回来 我要收回一部分回来说 事实认定权 由我们人民来认定 所以陪审制原则上 不违宪的道理在这里 因为 这个审判权是主权的一之一 主权来自于全国人 全国的人民 宪法第二条明定的 所以 人民说 我要收回一部分的审判权 是OK的 那 陪审制呢 是收回 事实认定权 OK 那 国民参审制是说 你的审判权 你职业法官专享 那不行 我要由人民 选出来的人民参与 我要跟你分享审判权 这也OK 可是我们现在的大法庭 不一样 大法庭是说 你 已经赋予 你宪法赋予你的审判权是完整的认定事实 是解释法律 适用法律 那我要从你这个职业法官的权力审判权力里头切割一块很重要的那一块就是认解释法律的这一块把它拿掉 解释法律那块拿掉给所谓的大法庭法官去决定以后你再遵照他的决定来判决 那这块本来是审判的核心 审判的核心就是解释法律 适用法律 那你把一个法官的审判权的核心抽掉一部分去给别人 而且还一体适用以后都要遵循这样一个 对他有法规性的效果 实质拘束力 法律拘束力 对 所以我们不能漠视他 那现在不能漠视他说 他只是个案审判没有拘束力 有他有拘束力 别人 这个个案的法官 五个人法官受你拘束之外 其他人事上受你拘束 一审二审也受你拘束 你不这样判的话 到三审会被撤掉 那到了三审 法官说我不想再采这个见解 那我还不能自己判 因为那已经是先前的判决先例 我要改变他 我还必须再提到大法庭 你再去决定一次 那任法官那你们的感受是 是不是有点被阉割的 我们的感受是我们被削权 被削权 那我们需要 我们被削权 如果人民说我要削你的权 我没话讲 所以你要怎样削权 两个情形 第一个这个削权 在法理上适不适合 如果你削下去 不适合的东西 你削下去的话 是不是会有侵害 所谓的审判独立 或者法定法官原则的 宪法程式的问题 你的意思就是违宪了 会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关联 会涉及到 你怎么样去决定 大法庭法官的成员 假设这大法庭法官的成员 是立法机关 就人民 当然我现在讲的是法理 实际上如何操纵是另外一回事 怎么样去避免所谓的政治干预 这另外一回事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假设人民就如同陪审制一样 他说你事实认定我要收回来 我不让你法官了 所以他设定了一个陪审制 我国民参审制 审判权不让你专享 我要让人民也下去 跟你分享 对人对事实认定 对法律的解释 对法律的使用 都有独立的投票权 而且这个投票权是等值的 你现在是正面表列 但是担心什么 我现在讲人民 我现在讲人民 对审判权的收回的 那个层次的问题 这里的收回层次 跟刚刚前面所说的 陪审以及国民参审的 收回层次不同 那个收回是 事实切割 那我今天收回的是 审判权的核心 是职业法官审判权核心的 法律解释这个权 收回来 假设你是透过人民的机制 收回来 立法院说 我要把这个权力 赋予给这某甲 因为某甲比你优秀 所以我如同 我要让他去三审 不让你去二审一样 我让他成为大法官 你是小法官一样 这我没话讲 可是今天他是委由 我们法官自己选自己 那就变成说 我是法律赋予我 审法赋予我 我有解释法律 是用法律的权限 你也跟我一样 结果我不得已 我新的法律 我必须割给你 那割给你 我还是独立审判的法官吗 我就产生这个疑问 这割给你是 如果是人民割 人民的权利 人民的主权来割 我没话讲 可是他要我 那我就要回来 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有权利去处分 这个审判权吗 这个审判权适合我去放弃 适合我去切割吗 就有点架空的感觉 对 那我现在跟你讲 就是说 按照宪法所定的 每个人 如果这个案子分给你 你有审判的义务 你有审判的权利 不是任何人 可以随便把你拿走 pick up走 因为这保障什么 保障你审判独立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案子分给你 现在是案子分给我们了 所谓的大法庭的启动机制 就是说 案子进来到最高法院 他会分案分案给所谓的 寿命法官 寿命法官就是一个人决定了 决定了以后 你寿命法官所属的 那个合议庭就是五个人 这五个人就变成这个案子的 合议审判的五个人 没有变 这就是所谓的法定法官 就是这个五个人不会变 可是我们现在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 当这些法官觉得说 我的法律见解 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见解 要跟以前的人 表示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不能自己决定 我要把它交给大法庭来决定 那大法庭决定以后 我这个案子就要停止 停摆 停摆以后 大法庭决定 法律见解A 我就要按照法律见解A来做 如果他决定法律见解B 我就要按照法律见解B来做 可是我的见解是法律见解C 我们五个人的法律见解是C C的前提 做出来的判断 会不一样的结论 A的前提 B的前提 做出来的判断 都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它是审判的核心 就是说 这个大法庭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在这个案子里头 他不用签名负责 这个判决是我做的 他只是说 我只是做这个法律意见 这个法律意见的判断 我判断 回去你小法庭五个人 要依据你判断的东西 来下这个裁判 下说你有罪 你要多久 或者你上诉有理由驳回 或者你上诉无理由驳回 那你们直权 听乍天上就被架空了 叫你们穿制服了 以后大家穿同样一套制服了 会有这个疑虑 所以我才说很重要就是你那个选举的过程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来谈 怎么样能够这个退额求其次 让这个法官经由这个公平的选举 这个至少做到这样嘛 那不然才能怎么样呢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很荣幸 有请当事人邀请到最高法院的法官黄瑞华 黄瑞华法官 其实我们过去对他的印象就四变头暗 他扮一炮而红 他收押五则员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刚刚出来跑新闻的时候 就是对你久仰 有侠女之称狼 不过若瑞法官 在这个刚刚谈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原本不了解 不懂的 也听懂了 像我就听懂了 大法庭的这个制度 如果重来一遍 您是反对的 简单讲可以是这么说 基本上制度应该是 比较偏倾向中立性 然后选取 就是说大法庭法官组成 是如何产生 我想这才是重要之点 那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路径当中 其实刑事诉讼法 跟法院组织法草案 现在司法院也提出来了 已经把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 降低到14人 在14人状况下 有没有必要大法庭这个机制再介入 其实是非常的值得疑问的 因为14人已经跟现在的30几人 就是刑事庭30几人 这样已经很不一样了 跟民庭加起来5、60人 差很多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刑事诉讼法 跟法院组织法能够顺利修法通过 事实上它的全体成员就只有15、14人 那如果14、15个人要互选 根本就没有必要 根本大法庭就没有必要 那人员好的 可能专业见解不一定很top的 会被选择吗 会不会有这个弊端 司法院的说法说 大法庭是个过度机制 那这个过度 第一个它能解决目前 所谓的起义的问题 更有效吗 怀疑 第二 它这个本身的一个 所谓的合理性 就是说它的法理的依据的合理性 事实上很多人是存疑的 比如说就有教授认为说 大法庭根本不是审判机关 它是个法律控管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解释机关 那如果你不是个审判机关 那你司法院硬说它是审判机关 事实上不能服众 因为你没有在裁判上拒命 你也没有真正的在 这个判决结果上拒命 你只是在指导 这个合议庭的法律见解 那你就有可能上位指导 下位而且政治力介入 操作空间 比如说 我外行我举个例子 如果林义士 他到底贪污罪是 是用实质 实权 还是用这个所谓法定职权 实质影响力 还是法定职权 我们过去在政论节目 我们也在探讨 我们就是要等一个法律见解 每个法官可能不一样 就像你讲初一十五不一样 所以他必须要有个统一见解 可是如果说有政治力介入 或者是说 由上位他们一个小众 来告诉你们 那就是怎样 那可以影响的 这个结果可能很严重 对 像实质影响力 说跟法定职权说 这样的一个争议 确实在目前 最高法院是一个 法律问题 在刑事庭会议当中的 法律问题 已经讨论很久了 讨论很久 但最后没有表决 没有决议的结果就说 要留给大法庭去决定 还是有这个需要吗 当然有这个需要 那是因为我们法官 诚诚案子的时候提出来的 那讨论中没有决议 现在停摆 在等大法庭制度 那等大法庭 刚刚提到所谓的 这个少数来决定多数 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少数 确实是符合法理的机制 而且它确实是更优秀 那当然没有人会有话讲 那但是影响 被影响的当然是 少数比较容易被影响 多数比较不容易被影响 那我们还是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本质 是不是适合法官去互选 而如果法官互选 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属于法官自治事项 那有很多人的看法是说 这个东西 是法官自治事项吗 因为你这个不是个案的审判 而是法律的解释 你法律的解释权 不是个案的审判的一个所谓的事物分配事项 那你可以由法官自己来把说 我这个投票给你 然后委托你来弄 你就行使我的权利吧 我就权利就少一些 以后我就听你的命 来做 来做审判 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很多人是 包括我在内 我就觉得 这个不应该是可以自治的事项 第一 第二 如果你要透过所谓的法官选举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过去我们法官选举有很多 很多 有没有符合社会的期待 选举的结果 有没有符合社会的期待 什么评鉴啊 或者什么样的 对 那都是透过选举 对 那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会涉及到说 法官这个群体的文化 以及这个法官群体的养成 以及法官群体 他的这个所谓的升迁的一个 一个轨道 轨迹 他到底什么是他的重要的因素 这些东西的 会影响到选举的这个作为 我插一个 所以你们提到 共同跟其他法官提到一个 林州富的一个潜力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很指标性的一个 林州富这个案子 当然我们认为 他在那个个案的表现上面 其实不符合我们对一个诚实正直的一个法官的一个期待 有一个要求 就有一位法官 就是肖兰龟 他的儿子 对 因为这个车祸嘛 对 那因为他儿子还要未来 还要有未来 所以不能有前科 所以就官说 对 官说 后来林州富他做了什么决定 因为他是 这是这个 就是他是何一廷成员之一 那何一廷另外成员是坚定 而且明确的讲说在合议的时候 庭长是有 官说这件事情 那林州富法官后来他是 表示说他没听到 他不知道 那所以他那一年的考纪被打 疑等的理由就是说 你怎么评议这么不专心 是 所以被他疑等 可是后来大复活啦 对 他就后来选 就是法官的评见 就是他成为这个主席 而且导引决定说 这个法官的作为行为 是不是 有没有违反这个所谓的法官伦理 相关的规范 要去处罚不处罚这个问题吗 对 那这个东西 就是说他还评见 他自己有这个前科记录 他还去评见其他法官 相关的什么伦理 怎么的伦理道的 然后他还作为召集人 召集人也是拉票来的吧 不是吗 他还去败票对不对 听说是这样啦 但是我想 就是选举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啦 那选举其实就是所谓的自治啦 那自治当然我们个人 我们是认为跟自律应该要搭配的啦 那假设我们的自律不脏 那你只是自治选举权力行使的话 其实很多流弊就会产生 那我们回到大法庭 选举还是一个本质 你适不适合选举 如果要选举的话 那在于我们目前的一个机制下面 会不会产生更大的弊端 就是说 其实你就是让 如同我投诉所说的 让只处理行政事务的 行政的庭长会议来决定 审判核心事项 而且是关键法律问题 审判核心事项的 这个决定机构 我们目前有一个机制 叫做庭长会议 就是个庭庭长 那现在大法庭制度 他草案里也是说 有个庭选一人 个庭代表一人 至少要有一人代表 是三个庭吗 我们有九庭 我们九庭 对 他九庭就要出九人 每庭都要一人 那其实就是个庭要一人 那一人由院长指定的一个人 当审判长 然后其中再一个人 就是这个个案的受命法官 就是分到那个案子 那个案子的法官 他的合议庭觉得说 我们要改变以前 所以就由他提出 那由他参加这个大法庭 然后每个九个庭 有一个人代表 那这个代表怎么出来 就是大家选 那大家选的话 那你想想看会选谁啊 所以其实很 极有可能 选谁的因素 我们就不用说了 选谁 因素很有可能 大家庭长也比较直升 理论上庭长也比较 听懂了 就是你怎么讲 我们大概整个选票的一箱首期 就是选可能上亿比较符合的 符合上亿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这个叫推出 这个就是说 你在这个法庭里头 审判案件的进行 其实就是庭长在领导 对 庭长在领导 庭长在主导这些 那这个是现有的制度 这个制度也没错 因为庭长确实 他是经验比较丰富 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头来 就是说 法官在这个封闭又和谐的环境下面 他们的养成 从我们法官训练所的养成 以及层层的科程化的一个升迁制度 对 其实法官的那样的一个 做人 与人为善这样的一个道理 可能会比 做人比做事重要 我不敢这样讲啦 那人家会喜欢或不喜欢 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还是人嘛 法官还是人嘛 法官基本上是人嘛 那法官也是人民嘛 基本上会有那些人性的弱点 所以我们觉得 一个制度的设计 它不应该违背人性太多 而且它应该要去防免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质疑 或人为操纵这样的一个 可能性产生着这样的一个弊端 要尽量去防免 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制度啊 假设你这个制度不符合人性 那实施的人 就像我们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官 大部分都不赞成的话 那以后是不是大家就尽量来回避啊 回避我不提给大法庭啊 那你制度设在那里 再好也没用啊 是好 我们等一下举德国的例子 如果德国我们是参考的对象的话 可是他们有长达六年的时间 案件是挂零 我讲的是大法庭制度下的这个 安静是挂零耶 那人家都视为我们还参考 那这样对吗 我们休想马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黄光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报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了 那也是我采访生涯里面 我觉得非常特殊的一次 我第一次跟黄瑞华法官 最高法院法官我们面对面了 不然以前都看到新闻上 明白的都是大案了 那在这个我们刚刚制度性的探讨里面 其实该说的 好我们都都说了 那只是说 我比较压抑的就是说 我们经常在探讨司法改革的议题的时候 常会觉得日本怎么样 德国怎么样 可是偏偏大法庭这个制度 德国他们已经上路了 可是他所能够召开 或者利用的次数是非常少数的 那个瑞华您可以跟我们讲 如果是视为了我们还整套拿过来 一直过来 会不会真的会有一些 结果会令人大吃一惊的这个结论 大法庭的制度在德国跟日本都有 那在日本 在德国是实施了数十年 从1950年代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60好几年了嘛 但是他们的制度 在他们的背景文化 因为他们是联邦 联邦大法庭 联邦刑事大法庭 联邦民事大法庭 他们的背景跟我们的背景不同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法庭 案件少 以目前来讲 比如说像2010年到2017年的 民事大法庭就是挂零 然后刑事大法庭 这个六年来是7年来 2010到2017年 8年来是挂8件 刚刚讲民庭是挂零件 然后刑庭挂8件 会不会是因为法律界里真的没有起义 未必 但是他们起义的情形可能没有我们严重 应该是事实 因为第一个 他们只有法官才有提案权 人民没有提案权 那我们的草案 人民可以提案 人民可以请求法官向大法庭提出 然后可能案件就会多 草案里面有规定吗 对 草案人民可以提出 至少还有一个人民可以提出 对 然后可以请求法庭 请求五个人的法庭向大法庭提出 然后他们不行 他们是内部 而我们的话 这个草案 像这个 他们的为什么也会比较少一个很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说他们的专业法 他们有专业法庭 我们没有 专业法庭就是说 他们比如劳工啊 税务啊 行政啊 那么有专门的法庭在弄 像那个资深司法记者 苏惟荣他最近有写一篇 好像需要类似这样专业的法庭 审理特殊的 那个是商 他在讲的是商业的那一块 对 那个也很重要 对 那我现在讲的 为什么德国的案件量会变少 原因 长期来就是这么少 你看他们十年来 就是七件一件 四件八件 九件八件 像十年一个计算单位的话 就是这么少数 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法官 帮他们帮有十几个帮 他们几个法官 就是专门处理这几个帮 所以他们歧义 当然就变得少 是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 就专门处理 处理巴伐利亚帮 或几个帮 那以后这些帮出来的案件 都是我们几个人做的 然后其他的帮就有别人 所以他们歧义当然就少 可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你看发挥更省 更来更去 更来更去 都不一 以前就是通常在二省跟三省 中间来来回回 那旷日费时了 吃错了蛮久了 那我们学人家 当然我们看到人家的好处 但是我们不跟他也未必相同 那我们的土壤 我们的文化 跟他们未必一样 所以实施起来的结果 会不会结果相同 也未必 更何况我们的制度 跟他们的制度 其实在整个抄袭过程当中 没有完全一样 没有完全一样 譬如说他们是内部的机制 内部的一个法律见解的 一个决定机制 我们不是我们是对外 还要开庭 然后这个人命可以申请 像法庭申请 像大法庭申请了以后 大法庭还要开庭 那开庭以后 他所谓的裁判 可是又不在 个案的判决里头具名 所以有点奇怪 所以学者也不是 没有批评的见解 那学者 但是因为他要 因应所谓的改革的需求 所以他就总要 弄一个姿势来 可是要容许大家讨论 尤其法官如果反弹居多的话 那他必须要静下来 而不是一位诉求立法院啊 因为立法委员懂得也不多啊 对不对 对所以 所以他们可能后来看到 最高法院法官也有 不是那么的开心 所以才前几天才来嘛 才前几天才来说 这个草案的说明会 才说明啊 先上车后补票啊 所以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我们的法官就说 非常感谢立法院还肯来啊 在无法改变的情况下 还肯来 已经送到立法院了 还肯来 拼存在拼次数了 至少有来 那热法 我们先把 刚刚我们讲 一群了 一群见解了 我们先把它 终结在一个 您的建议上面 那所以 这个组成 大法庭组成 到底应该如何 这个组成呢 用什么方式组成呢 第一个 大法庭的制度 可能是 事在必行 那如果 因为他现在只是 进入协商 那我们会 像我个人会觉得说 如果你是要选11个人 你再加入3个人 让这个 何怡婷的5个人 全部进来 跟你们一起 共同讨论决定 有那么难吗 就是已经有庭长了 对 然后再加 宋明法官再加上 另外三个 对 另外三个进来 那进来以后 至少他在这个 决定过程当中 他们全程参与 那总共也才13 14个人 那全程参与 跟11个人的差异 就差一个 他为什么要限制 这么少呢 对 为什么不广纳呢 因为他不广纳 他一说一挺一个 就够了 可是你 因为你这个决定的结果 会拘束我那个挺 何怡婷 那如果从民主机制的话 你硬要说 这个可以 所谓的自我处分 决定 把他全力割给你 那民主机制 但是你让他进来 也没有多多少嘛 如果你让他进来的话 由这个五个人的 何怡婷 通通进来 所谓的大法庭 当然下一个案子 就不是他们了 下一个案子 换另外一个 何怡婷进来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至少所谓的 这个 这个 审判独立的侵害 这个问题 就会降到最低 但是他们会不会担心 说有点像立法院话 就是你们的意见 进来多了 然后就 没办法像他们 要做出统一见解啊 要人说嘴杂 应该也不会 因为那个还是 透过表决多数决 还是要表决 那我觉得 如果硬要讲 民主机制的话 那至少你应该 让他进来 让这个五个人进来 从十一个人 变成十四个人的话 其实没有多多少 可是你的民主机制 可以更完整 而且让那五个人 心服口服的说 我在那里头奋斗过 我输了 但是我也服从 那很合情合理 而且被剥夺你们 也没有剥夺 应该有个职权 不会有被剥夺的 那种疑虑 这是第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就是说 真的不要用选的啦 因为选的有很多的 弊端的可能性 那还是由 透过所谓的 民主授权 这样的一个机制 来做会比较好 可是这一块 好像不被采纳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会有政治干预的问题 所以民主授权 是立法院行使 同意权您的意思吗 未必是那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说假设 但是要经过立法院 因为民主授权 只要那个机制存在 会比现在我们法官 自己选自己好 至于这个机制要怎么设计 会比较减少降低 所谓的政治干预 这个是技术性的问题 这个可以再思考 我是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立法院 或者我们的主管当局 是不采纳这个见解 他们觉得说 你们就自己选选就好了 可是选选又选选的问题 就是说整个选举的文化 第一个是不是那么好 或者为了所谓的升迁调动 谁也很有影响力 所以就养成上益 然后或者 即便在那个地方选出来以后 你在那个小团体 11个人的小团体 你会不会被主席 会不会被特定人的 所谓的潜在的意志 你就养成他的意思 而做偏哪些人的偏好 迎合哪些人的偏好 这是不是会给别人疑虑 我觉得这都应该要避免 这个精神 独立自主 在你们的 这个所谓的办案过程当中 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不能因为 这样子被剥夺 或者被牵扯 理论上 法官应该独立自主 可是那是应然面 实然是吗 实然面就是回到 所谓的法官的养成过程 跟他的驯服的文化 跟气质 以及整个 所谓的升迁调动的 那样的一个潜在的 所谓的潜在的文化 这样的东西 在位者 你可以 你可以视而不见 可是他事实上 他确实存在 因为这个大法庭的 这个制度 黄润法官 他其实大炮性格 又凸显了 我们也看到投书 当然 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 他对这个 郑玉山院长 似乎颇为此 我们休息一下 进行我们最后一段的探讨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直接来了 你说立法院 他们的这个 也有些没感 对 对 立法院可能有注意到 我们提的问题 可能产生的弊病 所以那个游美女委员 就有提出一个修正案 在提到说 这个法官票 互相票选 这大法庭成员的时候 庭长及审判长人数不得超越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那后来我听说司法院是希望不要三分之一那么少 要二分一 那至少这样子就是有一点做妥协 就是说因为庭长审判长的人数不要那么多 让降低所谓的庭长会议的那样的一个行政色彩 那这个我们觉得也是乐观 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是善意的回应 那另外当然他有提到性别的一个平衡的问题 有附赖提这个人数的一个限制 因为之前碰到有一些特别的案子 对 所以他有提到性别平衡的一个比例 对 这个是立法院在这一块有对我们做善意的回应 因为立法院还有游美女嘛 对不对 他们也对这个案子会关注 不过就有点时间 月华 以后我们有时间还可以再来谈 我一定要问你这个是 为什么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 或者说您投出 对于现任的这个中央法院院长 郑玉珊你 你有些意见呢 其实我认为 作为一个法官 一个审判独立 坚持审判独立原则的法官 特别在法治原则的这个坚持要求下 很多事情不可以坚默不吭声 那如果坚默不吭声表示 那个未来的时代 假设发现很多事情被揭开的时候 那我们这些人的 人格尊严事实上就会被质疑 所以为什么我在特定的时候 特定的议题或特定的事情 我要出来讲话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 作为一个法律人 特别是一个法官的良知 我认为应该讲 所以我常常讲说 我讲这些话不是给你们看 我是给上帝看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不是对他的个人有意见 而是对他的做法有意见 他的做法 譬如说我在投诉里头提到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院长 一个会议的主持人 他其实应该客观公正 他不应该诱导 他甚至不应该操弄这个结论 那因为那个刑事庭会议的结论 就是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是决定 判决结果的命运的一个前提 那审判是我们在审判 那你是主席 其实你就应该保持中立 充分的让各个法官 去表达他们的意见以后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要提供 或怎么样 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不能在一开始 你就表态 然后就 很明显的 那这张家很明显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大家都知道 司法界都知道 他是马英九主义的人选 他会不会在这个特殊的原因之下 特别凸显到这一点 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发生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是非常的 听说很强势 强势 对 然后我觉得又不民主 然后又不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则要求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会忧虑 我们会忧虑说因为他有很大的权力 他的权力就是 我们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一大块的人是 所谓的调办事法官 所谓的做三年做苦工的法官 他们来最高法院做三年苦工以后 还要回去高等法院 将来他如果要真正派最高法院的实任法官 要他们这些人点头啊 要他们这些人推荐啊 那他是领导者 他是院长 最高法院的院长是最有推荐权的人啊 所以你说他对别人没有影响力吗 他绝对有实质影响力啊 那你说像我们一天到晚 如果他跟他意见不同 那他会开心吗 当然不会啊 所以你如果一天到晚都跟我很符合 那当然我会比较喜欢啊 孝全保持牢了 对啊 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人性啊 瑞华 最后大概一分钟不到了 时间已经到了 很抱歉 其实我想听众透过这个 黄瑞华他的一个解释 跟他很由衷的 希望维持这个司法的独立性 那还有至少不要违宪 他把刚刚的那个精神 要义都跟我们说明了 如果还要来的话 随时敞开大门 因为我相信司法 通过我们一再的讲述 人民会有感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抽离来玩 产生报告 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